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跨部会准备,川普总统在华府公布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,强调美国进入了与大陆和俄罗斯进行竞争的新时代,而且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。 川普痛批他之前的政府不作为,让民众对美国的未来失去信心。他强调退出TPP和巴黎气候协定都是正确的决定。 川普也重申在边境建墙和终止绿卡乐透计划的必要性。 川普表示要在全球提升美国的影响力,他重申美国将捍卫盟国的安全,但是富裕的盟国必须承担防卫的费用。 记者,张国华,终于亭,华盛顿报道。